昨天 湖北省多地遭遇强降水 其中宜昌6小时累计降水量超过150毫米 多地发生内涝 涉山涉水景区临时关闭 游客紧急撤离 强降水导致宜昌市城区及周边宜都 长阳远安等县市发生内涝 大量群众受困 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到当日的18时 宜昌市消防部门共出动了各类救援车辆81辆次 橡皮艇35艘次 出动救援官兵598人次 失救被困群众214人 疏散800多人 与此同时 宜昌各景区紧急撤离游客4000多人 包括三峡大坝 三峡人家在内的十余个涉山涉水景区点 已经全部临时关闭 恢复营业时间将会另行通知